為了要還請中華民國的國慶 來看到昨天下午有將近100位的泰國台商組團 就回到了台灣抵達桃園機場 而立委劉建國有特地前往街機 也感謝泰國台商是在異鄉努力打拼 幫台灣和泰國做了最堅強的 經貿外交 7號下午近百位泰國台商回台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就是為了要慶祝雙十國慶 立法委員劉建國親自前往桃園機場 迎接泰國返台的台商 泰國台商代表台灣在泰國努力打拼 每年投資金額將近十億美元 創造非常好的經濟成績 那從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三年 這個新南向的政策 也投資將近累積快高達四十七億美元左右 所以也成為泰國的這個外資最大的 第五大的這個來源國 所以我們所有的泰國台商努力打拼 然後也幫台灣做了最堅強 與泰國的這個經貿外交 泰國台商雖然遠在異鄉 但對於台灣的重大事件 還是持續關心 不管是地震捐款 又或是對於旅遊極難救助 都全力相助 在雙十國慶前 近百名台商專程飛回胎 也展現了濃厚的台灣精神 記者王小華 桃園報導